国家杯网络团体赛是一场人籍全球国际象棋顶尖高手的世界大对决 经过十轮双循环预赛,中国队和美国队获得前两名进入了超级大决赛 按规定,两队将一场定胜负 中国队预赛排名第一,有权选择先后手,而且拥有打平级夺冠的特权 阵容方面,中国队安排丁立仁、韦毅、余央一和侯亦凡出场 美国队派出了最强阵容,中村光、卡鲁阿娜、苏伟利和克鲁什 一台,丁立仁与中村光又一次在意大利开局中展开较量 欲赛告负的中村光,此番选择了新变化,最终与丁立仁一城合起 四台,侯亦凡与克鲁什在法兰西防御中旗鼓相当 侯亦凡尽管早早平线,但没能力得迎其机会 最终,双方在后兵残局中各得半分 二台和三台成为焦点,作战三台的劳模余央一迎来老队守苏伟利 这盘棋余央一有备而来,比赛中弃兵抢攻,走得积极主动 吃掉弃兵的苏伟利出自明显之后 余央一抓住时机,在王毅制造了猛烈进攻 仅34回合就将黑王逼入绝境 获胜时刻,余央一激动得挥拳庆贺 棋王卡尔森称赞说,这盘棋,余央一吓得确实非常出色 这个漂亮的对局,也给余央一整场比赛的精彩表现收了尾 余央一获胜后,中国队已经确保打平获得冠军 二台唯一告诉,这样中国队最终以2比2占平美国队 凭借预赛成绩占优获得冠军 对于昨天我后面下完棋那个挥拳庆祝的动作 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紧张的宣泄吧 因为昨天下了其实很有压力,因为是决赛 你在这种高级别比赛当中获得冠军 是非常开心和激动的 同时也证明了,这些年我们中国国际象棋队 总共获得了四次团体赛冠军 也并不是偶然的 可以说我们是非常团体的一支队伍 从教练到队员都是齐心协力 其实眼前的这一幕与2018年八统奥赛有些相似 当时中国队也是收官站打平美国 最终凭借小分优势获得冠军 也许可能有人会说中国队运气真好 可是别忘了运气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 而强者总是幸运的 在整个的比赛中 中国男女新手都体现了团结协作 分离拼落的这样一个精神 我想对我们中国国际象棋阶 对我来讲是一次非常大的鼓务 同时我觉得不仅是他们亲手拥有出色的记忆 最主要的就是他们有一种 民心距离 共同为国争光的 这样一种很强大的精神的力量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特别值得护养的 至此首届国际提连国家杯网络团体赛全部结束 上个月国际提连主席提出了全新的线上战略计划 国际提连将迅速加大线下到线上的步伐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国际象棋可算是有得天不顾的优势 是可以在线上举行的全球型体验项目 最后我想代表国际前主席 阿卡基德国科威奇 以及国家杯赛事农策划人舒托斯基 感谢中国国际象棋协会 感谢广大的中国国际象棋爱好者 对本次国家杯赛事的关注与支持 感谢观看